一名银行职员丧心病狂 利用老婆卖银来赚钱 这名嫌犯今天被押到芙蓉地方法庭 面对两项控罪 男子扶手认罪 根据控状来自吉隆坡的35岁被告 10月30号在森美兰刮拉壁牢 一家酒店的房间内 要求35岁的妻子为他人提供性服务 抵触了2007年反贩卖人口 和反贩运移民法令第12条文 被告也因为靠着强迫妻子卖银的收入 来维持生计 抵出了刑事法典第372-A-1条文 也就是利用他人做卖银用途的罪名 一旦罪成将会被判罚15年监禁 外加罚款还有鞭吃 法庭则定这个月21号下判 同时预令所有主流和社交媒体 不得发表和刊登受害者的照片和名字 听令即日起生效 White时的用途 کو放在以前 第95个交媒体 内容内容 我们准备分别ultur